进入千禧年后,灵数解读完全不同哦 1999年前出生的,数字组合多是灵数1.9版 2000年后出生的,数字组合超级少 是灵数2.0版,你是哪一组呢? 嗨,大家好啊,我是妙妙大师 90%的时间是妙妙,只想闲逛溜达晒太阳 10%是大师,很好妙力 所以用5分钟来聊聊升级后的灵数2.0 对活在千禧年后的我们,很有帮助哦 先来说灵数的计算方式吧 把你登入地球的时间,也就是西元的出生年月日 每个数字都视为单一数字 重复加到各位数字出现为止 先举例1999前出生的同学 例如,19878月7号 加8加7加8加7等于40 总和就出现了 哇哦,你是数学天才哦 总和40是你的旅游规划 请再把4加0等于4的灵数出现了 4就是你的必玩主题 全部出现过的数字有19874这5个数字 是你带来地球的出厂装备哦 9个数字就带了5个 代表你的地球经验值颇为丰富 是华丽登场的灵数1.9代表哦 再举例2000后出生的同学 2000年10月10号的同学呢 总和是4 嗯,5跟手指就数完了对吧 总和不用再相加 灵数就出现了 所以4同时是旅游规划和必玩主题哦 出现过的数字只有1,2,4 这三个数字 是你带来地球的出厂装备哦 9个数字只带了3个 差不多嗯,就是带了手机钥匙护照 就出国玩的程度 是无拘无数灵数2.0的代表哦 计算灵数后 1.9和2.0的同学立刻出现差别 差别是1.9的同学 一定有总和和灵数 2.0会出现只有灵数的同学 嗯,会怎么样呢 有看过八点档的演出方式吗 演员A先在旁边 一边点头 一边内心OS要说完 嗯,这个可恶的家伙 他一定对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再走过去 打了演员B一巴掌 演员B会先跌倒 然后抬头 眼睛含泪 然后也要把内心OS说完 他怎么会这样子对我 难道他发现什么什么事情了吗 然后才起身开始和演员A正式互动 这就是1.9 有总和和灵数的特色 有规划在行动 1.9的人都会觉得这才正常 再来是年轻人很爱的网络访问 例如哈哈台好了 台主的提问 受访者超直觉反应的回答 后置把观众内心会共鸣的OS 加入旁白和特效字幕 超好笑对吧 就是要这种没睡过的感觉才对呀 请问2.0的同学 曾经把这影片推荐给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看吗 嗯哼 长辈的反应是什么呢 喵喵大师有试过 长辈直接说 哎呦没有被打 这样子不好啦 感觉复杂到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 好笑可能也笑不出来 这种无预警 直觉是来回杀球的对话 是标准灵数2.0的同学本能哦 到此觉得喵喵大师这样说很有道理的人 通常都是2000年后出生 灵数2.0的同学 如果觉得太胡烂了吧 命运是有个爱生气的神 因为仙男仙女我犯了错 所以打落凡间 一切就这样子发生在身上的吧 这多半是1999前出生的 也就是灵数1.9的同学 年份不会回头 2.0的第一批同学陆续出社会中哦 1.9的同学不妨放开心胸听听 多了解不会吃亏的 觉得太瞎就笑一笑咯 重点是我们都成功登入地球了 下次我们用每个灵数 来看看大家的闭玩主题 和你的危险程度哦 下次见咯